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的瑞凡德家民宿的负责人陈瑞凡先生 凡哥你好 你好 凡哥我知道说在有今天的瑞凡德家民宿之前 您其实是从事了长达37年的一个军旅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心境上面的转换 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可以让您做这样的决定的 基本上我从国中毕业之后 然后去读中正义校读陆军官校 整个军女生涯其实我原本的规划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军中的一个 资历相当的完整 对所以我就会去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所以我在军中我就是真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后该进修的该去历练的都把它历练完 其实真的就是原本就是想走军女生涯的这一条路 对然后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 对大概40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历练的阶级阶层越高 然后就会有更多的感触 那也觉得说活了大半辈子 其实我那时候就有规划说是不是50岁之后我可以为自己而活 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刚好也是机缘啊 就是到了台东服务嘛 然后就喜欢台东的这个环境 这个人文啊这个风情 然后当要调离台东的时候我就会 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是不是哪天可以回来 回来这边工作 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对我自己的那个人生规划 就稍微做了一个转向 我就转聚教官 然后让自己的时间可以充裕一点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充实自己 然后未来要做的事情做一个规划 感觉上您的这个规划 您的准备做得非常的充足 为了这个民宿所有的症状能够考的你几乎都考了 对那也是因为刚好就是这个禁修 因为我本身自己的兴趣也蛮广的 我比较喜欢大自然 所以我上山下海 那所以我选择的硕士 就民间的这个比较高的这个研究所的这部分 我就选择了观光休闲 是 这个系别 然后观光休闲之后 就因为读书的关系嘛 你就会接触更多的一些观光休闲的活动 是 就想说好吧 那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个未来要走的路 那我就开始准备一些症状的考试 嗯 那观光休闲它大概基本上离不开 导游领队嘛 嗯 然后离不开一些比较休闲的 像什么咖啡师啊之类的 或是红培师之类的 是 对那我就好 既然学校的这些课程 那我就从这课程开始 嗯 嗯 就考试了这些相关的一些症状 嗯 对 然后因为我本身起 之前就有在带登山 带朋友去爬山 是 所以后来我就就 在从事户外的这部分 嗯 像网球教练啊 缩席教练啊 然后水飞浅水的教练啊 对 这部分我就 就利用这段时间 因为时间比较空档嘛 就当了教官大学的教官之后 他有很多寒暑假的时间 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利用寒暑假这段时间 再把这些证照都帮他考到 嗯 我可以请教您吗 就是您退下来的时候 您的一个军阶是到什么样的 呃 我是上校退 嗯 嗯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转教官 因为是上校阶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分发到大学去 嗯 所以我一直在中山医学大学 担任军事主任 嗯 就是他们以前说的 总教官的这个职位 哦 OK 总教官或者是 弟兄们 呃 您的部署 喊你指挥官 对 可是您就是呃 整个的让自己 呃 选择了自己呃 为自己而活的这一份 民宿主任的工作 但是你完全不假手他人 很多的事情在你跟家人协调之后 他们同意 他们就是好 然后你你愿意那你到台中 可是你选择就是 什么东西都不麻烦别人 都自己来 嗯 对不对 对 嗯 那其实我都跟他们讲 其实工作环境很重要 然后就会希望他们一个 比较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 那 长官部署之间 就是在军女生涯 如果分的很区别的很明显的话 那部署工作起来应该也不会很快的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基本上 我到单位去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我就是因为我的阶层比较高 我就是来为你们服务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跟我说 我们可以来把它解决 嗯 不需要说 因为我是长官 然后你什么事都不跟我讲 嗯 所以我从 之前我就一直抱着这种服务的心态 是 在从事我后续的 后面的那个军力生涯 是 所以当转变成民宿老板的时候 其实在 家里沟通很重要 因为当初我跟他们讲说 我要到台东 去创业 去开民宿的时候 其实家里面 嗯 会有很多的意见 嗯 因为他觉得台东有点远 嗯 你为什么不选择近一点的地方 是 然后而且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 又没有 人可以帮你 嗯 你说不会啊 我有很多的朋友 嗯 其实这些朋友就是我 比方说我过去整理民宿的时候 我要刷油漆 然后有缺一些什么工具 我就可以去跟我朋友说 欸你有没有多的工具 或是有楼梯啊什么 所以他们就会借我 嗯 对 我就不需要再去那个 我就借着他们的工具 然后做我该做的事情 嗯 我大概过去之后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把整个民宿重新再整理一遍 OK 然后 该接的水管啊 该接 这个其实我们 其实军中生活 军力生涯对我的帮助很大 很大 以前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 都是要去做要去学 嗯 那当 嗯 就是我们接触很多的 那些阿兵哥啊 他们都是有技术专长的 是 当他们在做的时候 我就会在旁边看 在旁边学 跟着他们一起做 嗯 所以 变成说我去经营民宿的时候 这些做这些事情 对我来说 都是很 稀松 就是等于很 很平常啦 是 OK的没有问题的 嗯 所以有一些部署 他来我民宿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 以前都 因为他们都觉得 我们是长官 是 这些东西应该都是 底下人在做 是 对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现在你怎么有办法 自己这样做 嗯 我说因为以前你们在做的时候 我都在旁边学习 而且我有在旁边做 嗯 对他们就说 对之前 因为我都是跟着 他跟着弟兄们一起做 嗯 所以他们就会 欸 觉得不错啊 这样 其实我的心境转换 也蛮 算蛮OK的啦 是 那所以对于你当时想说 第一份事业是军人 第二份事业是民宿主人 作为民宿主人 真正这样角色上面的一个转换 并 就是真的都有 符合你的期望 嗯 你是为自己而活 你也没有因为变成民宿主人 就被绑住了 你还照 呃 照常过你的假 对对对 该出国就出国 对不对 因为我本来 经营这个民宿的时候 就是自己的兴趣 是 那自然是自己的兴趣的话 那在兴趣跟 你的工作的部分 你自己就要做一个 调配 是 那其实军中的生活 其实就是 有训练到我们这一块 嗯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会切割的 蛮清楚的 嗯 我该休闲的时候 就休闲 那我该做民宿老板的时候 做民宿老板 嗯 就是把每一个工作 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嗯 对 那所以 呃就是 台东的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热气球加年华 就你是一定会在那边的 嗯 大部分时间 哦 还是大部分的时间 大部分时间 因为这段时间刚好也是潜水的一个季节 哦原来如此 所以如果假日 就是 客人 嗯 大部分都是 因为假日嘛 所以大概都会带着 家人都会带着小孩啊 一起来参加热气球 是 那平常的时间大概就是 也会有一些潜客 就是要来学潜水的学生 哦 他们也会在这段时间 来跟我接洽 嗯 那我就尽量把时间 让他们区别开来 嗯哼 比方说我在带潜客上课的时候 嗯 因为我就没办法招呼到其他的 当然 对 那这部分我就会请他们 就是 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我调整我 学生上课的时间 是 那 来看热气球的 来台东玩的那些 客人 那些朋友就是 以他们 的时间为主 嗯 他们定了就定了 那 学生上课的时间是 因为学生 是暑假期间嘛 嗯 学生上课的时间是可以 稍微做调整 嗯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 把他们区隔开来 嗯 那 原民体验的这个部分 呃 讲体验好像 就是他们的一些祭典啊 然后稍微去看一下 对你来说 呃 原住民 他们在呃 台东这个地方或者是全台有一些山林啊 一些啊 比如说安美族他是靠近海边的 嗯 您跟他们之间的一个呃 呃 配合都让你觉得说 确实呃 呃 比较南部一点靠近屏东那边 大概就是排湾族跟渡海族 是 是 然后 接近北南那边 还有北南族 嗯 像阿妹就是北南族 是 对 然后海边的这一线 大概都是阿妹族 嗯 可是他山上又有部分是布农族 嗯 因为像盐品啊红叶那边 嗯 他们那边就是 嗯 海端 嗯 那因为现在南横开通了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游客 他是从南横过来 嗯 他就会先经过布农 OK 然后再往下走 他就经过北南 嗯 等到看见海边的时候 他又开始接触排湾跟阿美族 是 嗯 那也有很多游客来的是 他是想要体验圆明的 是 那种 因为刚好七八月的时候 这个暑假期间是 阿美族这边 海岸线这边 他们的一些 楓年纪的一些祭典 嗯 对 那北南族他们有什么 大猎纪啊 猴纪啊 也刚好是这个时间 嗯 嗯 因为前几年 大概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比较没有开放 那不过从今年开始 大概就很多的部落 都会开放给游客来参观 嗯 然后跟他们一起同乐 嗯 所以这部分 我的民宿的那个 里面也会有一些安排 OK 就是让他们接触这些 部落的一些生活 嗯 风土民情 是 是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我们会有这个所谓的短中长期计划吗 嗯 基本上我的短中长期计划 其实目前我做的工作 我目前就是希望说 把 因为我是乐在工作嘛 嗯 所以我目前就是 尽量把我周边的环境整理好 是 让客人来 就是有那种 可以得到他想要的 嗯 所以我很简单 我的近期的计划都是 只要客人要来 我都会先问他 你从哪里来 嗯 那你大概会几点出发 到这边大概几点 嗯 然后你想要玩些什么东西 嗯 想要看些什么东西 如果说你有特别的需求 比方说像 我暑假带过 他们来两次了 这个家庭蛮好玩的 从小 从小孩子一直到大人 到爸爸妈妈 到爷爷奶奶 都喜欢捡石头 都喜欢捡浴石 他们已经来两次了 来了他们就会特别指定说 凡哥你要带我们去捡石头 是 好 我就 我这样子 两次来都这样 他们都捡一整天的石头 是 早上在这边海边捡 然后下午到另外一个海边捡 好 我就到山上捡 嗯 所以我的 短期的计划大概就是 尽量迎合客人 然后把我的环境做好 是 那我长期当然就是 希望这些客人 就是再回来 嗯 然后再体验不同的 一个 一个环境 然后是 体验不同的 游玩的那个乐趣 嗯 对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也 我的比较长期的就是 我现在常常去跟 一些园民啊 是 跟 当地的 一些景点 比较跟他们有接触 是 因为我要 要迎合每位 客人朋友 他们的 需求 嗯 所以他们当 刚刚他们有跟我讲 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嗯 我就会先去 看 然后先去协调 是 去规划 以后我要怎么带他们走这个行程 是 嗯 那其实 很想要请教就是 呃 从 总教官或者是 指挥官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能够这么 顺利的去衔接 然后在第二份的这个工作当中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为自己而活 您 可不可以有一个建议给到我们的 无论是军中的一个同袍 这些部署 或者是说更多其他的人 我们在角色上面啊 随着不同的角色 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做准备 其实这部分呢 我 我想给他们的建议就是 你真的要乐在工作 嗯 然后要 就是 你要从事的 嗯 你讲要从事 想要离开经理生涯 想要从事的工作 应该是 主要是以你自己的兴趣为主 是 然后 做任何事情就是 因为我们以前在 其实 这个 角色的转换变换这个 是应该从我 国中 我去读玉校开始 对 因为玉校 他本来就是 军校就是 学长学弟制 是 很严重的一个 有个时候很严重啊 就是一个 很有规律的一个环境嘛 嗯 那你从一进去的时候 你从 一年级开始 就是 学长会一直要求你 对 然后可是你会 你会成长啊 你会 你会晋升到二年级 晋升到三年级 那等你到三年级的时候 就变成 你去管那个兄弟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角色的 转换 然后等到你到读 官校的时候 你又从 三年级最高的年级 然后又掉到最低的一年级 是 所以一直在做 其实我的整个 军理生涯 包含你从低阶一直到高阶 是 其实你的 心态真的是要一直不断的转变 OK 因为你要从被管 一直到管别人 对 然后后面 所以我后面的 态度会转换成服务 对 因为到高阶之后我就觉得 应该就是 用服务的心态 是 来做事情 所以后面我转换成 民宿老板 其实 这部分也是 一个心态的转换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要 不管你是扮演什么角色 你就是要把那个角色扮演好 做好这个角色 所以 其实基本上就是 热在工作 然后 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 或是 因为你创业一定会有一些 挫折 一些那个 遭遇 那 这部分 你自己的心态就要做调整 然后你就必须要去面对它 接受它 然后去把事情处理好 对 那其实 其实 君旅生涯 对我来说 对我后续的这一段 工作 其实它的影响 应该算蛮大的 是 因为我的前半 前 大半辈子 大概都是整个都在军里生涯 对 所以 其实军校的训练 让我 现在 面对任何的问题 我都觉得很简单 OK 没有什么困难 嗯 嗯 其实我刚刚听你的分享啊 还知道说 像台东 是一个 就是台风来 有时候登陆都在台东花莲啊 然后如果说啊 这个风雨太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这个民宿也都会有损坏 那你也都是默默的去能够自己修 然后我们就尽量的去修 这种一个人去面对 然后很孤独的时刻 也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一个心理准备 对不对 嗯 然后觉得台东可能跟你有缘吧 你有机会是到屏东去 但最后你选择台东 你的家人本来就是在竹山 你也没有去竹山 你最后选择台东 所以呢 希望未来就是更多更多的 无论是我们凡哥的居女的朋友 他已经在台东为大家准备一个民宿 所以是欢迎大家过去 更多更多的人都可以来台东的瑞凡的家 来认识我们的凡哥 那今天非常的谢谢 能够邀请到我们瑞凡的家民宿的负责人 陈瑞凡先生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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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